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去中国讲堂 现在呀超市里也有泡发好的木耳 但是这个木耳有时候不卫生 那么今天就来教大家一个泡发木耳的小技巧 喜欢了解的朋友赶紧跟着视频一起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密封盒 然后把需要泡发的非木耳放到盒子里面 接着我们往盒子中加入适量的温开水 这个水大概是盒子的三分之一的位置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了 这个水一定不要是热水 温水就可以 因为热水泡发出来的木耳 它会影响这个木耳的口感 接着我们再加最关键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小苏打 加一点小苏打就可以 因为这个小苏打它是成碱性的 所以小苏打放到里面 可以很好的将木耳上面的脏东西和灰尘都清洗干净 接着我们再盖上密封盒的盖子 盖延伸一点 盖子盖上之后 我们像这样用力的摇晃 只需摇晃大概三分钟左右 在冲击力的作用下 这个木耳上的一些灰尘就可以很好的被虫下来了 同时这个木耳呢 它还会泡发的非常的好 我们只需继续的往下摇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来看看效果 把盖子打开 大家看这个木耳已经泡发的差不多了 又大又软 和没泡发的时候差别特别大 而且大家看这个水啊 又黄又脏 就是说明木耳上的脏东西都被洗下来了 那么之后我们只需将这个黑木耳 用清水稍微清洗一下 把上面的残余的脏东西给清洗掉就好了 这样的木耳就可以吃了 好的 今天呢是中文讲堂就分享到这里的 喜欢的朋友 欢迎订阅